这不是医院 这只能隔离点 除了事没有让人对付责 我们也当不起个责任 姐妹们救救我 又没药吃 又没增大 上车手还要在外面200多米以外 外面下着大雨 本来只要 进了医院好了 全都是这种病人 有的甚至比我还重一点 又没隔离 众多患者我们不收 生活不能治理的 我们也不收 走路走不了了 生活不能治理 这不是医院 这只是个隔离点 除了事没有任何人对付责 我们也当不起个责任 这只是个隔离点 跟大家说强调过很多遍 这不是医院 你来了就只能在里面安心心地进隔离 而且不能出来 老我如果说 我妈妈要打着命都完点 那也解释不了 因为我们这没有任何那些救助设备 所以你这边你这要考虑清楚 我起完就完点 我起完就完点 要吃完只能委托家属给里面的护士医生联系来送 最主要最主要一点就是说这里你进来就不要再出来了 避免进一些交代感 加入也是一样的不要进来 他就一个隔离点 如果说接受不了 你们这边就可以回家自己进去 可以 就是怕了个 怕了个感染 他就这样就去 里面又没有厕所 又没有药池 又没有开水 上厕所还要在外面200多米以外 外面下着大雨 本来只完 进了医院好了 这还搞怪了 全都是这种病人 有的甚至比我还重一点 又没隔离 姐妹们救救我 向社会上反应一下 啊 表达 一ама 参戏 一个 无闻 ped 第二 是 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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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